周围很多人求助我 儿子都不跟父母说话 就是到了15岁以后就阻隔了 不会像你这样跟你父母聊这么多 那你有什么招吗 说实话 哎呀 这段能 这我挺 就是我可以说 但是我也不想让我妈看见 我觉得是 可能 你随着你的年龄越来越大 你可能确实是跟父母 能交流的机会会越少 然后你也可能 共同的客气 真的很难去表达出 你最真实的想法 因为很多时候你怕他们担心 不想跟他们说 然后有的时候我妈其实比较粘 我妈比较缠着我 她会想让我跟她讲一些事 其实我觉得那个时候 我会逼自己 我会说就是既然从小 把我培养长大 现在我工作没有办法陪他们 偶尔抽出一天能回到家里 那我一定要尽全力 就是有可能 就是我在逼自己去 陪他们聊天 但是我觉得 我也要逼自己一下 因为我觉得对我来讲 可能只是陪他们聊两个小时 而对他们来讲 可能这个陪伴 从我离开家之后 他们会一直记在心中 哎呀 真懂事啊 我都这年龄了 我还特叛逆 老聊红豆 绿豆 黑豆 我都不爱听 对 其实陪他们聊的那种 家长里短 他们都会觉得是 跟儿子亲近的一种方式 就是我觉得真的不要排斥 跟父母的任何话题 就是他们需要的指示陪伴 就是做到太难了 精彩精彩 本周五凌晨0点20 深圳卫视非常近距离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